C库对吧 我去生成一个XMR文档 对吧 实际上咱们说XMR也就这点东西吧 对吧 有一个头 有个根标签 然后根标签下边有子标签 子标签里边有文本内容 有属性 然后出去玩了 对吧 标签和标签之间 是不是加个天道关系就OK了 对吧 没别的 所以说这几个函数 几乎可以满足你日常的 基本需求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部分内容 就是 如何我已知一个XMR文件 去基于XMR对C库的这个支持 函数支持 我来解析文件内容 就相当于现在我 给你一个这玩意儿 是吧 就刚才咱们随便拿到一个都好 比方说我现在我给你一个这玩意儿 对吧 你对应的 是不是把它的这个名字解析出来 地址值解析出来 能买吧 做这样一个操作 那我们看到这个操作里边 实际上还是用到一系列的库函数吧 对吧 用这样一系列库函数 那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我去打开 04 这很简单 XML对吧 这样一个 那既然说现在 现在我要做的事 是我从一个XMR文档当中 往出解析数据 XMR文件是不是 已知的 对吧 XMR文件是已知的 那相对于HTML 是不是也是一样 一不一样 一样的吧 你一个网页 它是不是也是属于XMR这种文档的类型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已知了一个04 index.html 它是不是跟XMR是一样的 对吧 以知一个文件 我先把这个文件打开 得到一个文件 描述符 然后接下来 我说要把打开的这个文件 描述符对应的 是不是 去进行拆分啊 对吧 那你看一下拆分 用哪个函数啊 这有一个叫做 MXML Load Fail 这表啥意思 对 因为我现在是要对这个文件 是不是进行读取操作 那你的这个04index.html文件 它是不是放在你当前的这个 词盘上 那我首先先要把它怎么办 哎 是不是加载到内存里边 对内存进行操作呀 对吧 所以说第一个函数 它首先open完了以后 根据这个文件描述符 结构体 文件结构体指针 是吧 那你根据这个结构体指针 是不是要把这个文件 先加载到内存呀 对吧 加载到的同时也是 有这么几个参数啊 那么去看一下 这个MXLoad的File 是啥意思 在这儿了吧 第一个 XML Note的下游线T类型 Top Top它说 为加载节点的负节点 因为我在拆分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去加载指定某一个节点呀 不一定非得加载某一个文档 对吧 为加载节点的负节点 那比方说像我 现在我就直接加载整个文档的话 负节点有没有 没有 所以说传了一个什么进去 脑 对吧 传了一个脑进去 那第二个不用说了吧 就是你要加载的那个带解析的文件 是吧 第三个 类型吧 类型又是一个什么 callback 对吧 就是默认情况下 我们这个callback 你可以直接使用 no callback 对吧 我不设置一些特殊属性的这个回调啊 就ok了 这是关于把文件加载 XML文件加载到内存 对吧 接下来我是不是应该从XML文件里边去进行 获取数据的操作了 那你想获取数据无外乎是要么获取 文本内容 要么获取 属性吧 你对于一个XML还有啥 是不是也就这点玩意儿 获取一个文本 获取属性 对吧 那看一下获取属性 前缀 还是这个吧 element get attribute 是不是 获取属性 这个什么之前 这个属性单词 是不是在之前 现成操作里边出现过 对吧 attribute 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获取哪一个节点的属性呀 所以说是不是要有节点 名称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这表什么意思 属性 它是不是剑直对的样子存在的 相当于是那个剑对应的 名 对吧 就是比方说咱们给大家看了 这个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属性 那我要获取这个属性值 我传的谁 time 理解吧 我把time传过去 把2014拿出来呀 对吧 好 这是关于获取属性 那再有就是获取什么了 是不是获取这玩意儿 这是啥 文本呗 或者是获取它 对吧 文本 那我根据什么去获取文本 是不是肯定根据这个标签啊 对吧 根据这个节点的名称 那传递的就是什么 一个节点是不是就完了 再有就是刚才咱们忘了 往里边写的时候 你还有印象吗 我是不是可以写进去 有空格没空格啊 同样传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样 对吧 关于空格的这个描述 有还是没有 那我们看一下吧 首先 这 这是刚才加载一个文件 是吧 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啊 这个刚才咱们在里边没说 看一下它是干嘛的 xml fand element 啥意思啊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 元素啊 你是不是从你当前茫茫的这个整个xml文件当中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位到一个元素身上 那你想我假如说我要往这个b身上去定位 你怎么去找它 哎我们去描述它是不是就应该去描述 这个b节点是在哪个节点之下的一个节点 对吧 哎所以说它这个函数在设计的时候 它给了一个什么呢 往下看在这吧 fandelement 对吧 给了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啊 mxmlnode下线T类型的node 还有一个msrnode下线T类型的叫top 类型都是一样的吧 形态名不一样 一个叫node 一个叫top 你通过这两个 你大概能猜出了它俩啥区别 node表示你当前要找的那个节点 这个是不是用来定位的 对吧 用来描述你要找的这个节点是在 哎哪个节点之下 去进行查找 对吧 哪个节点之下进行查找 然后这个地方top 按照咱们刚才给大家举例 比方说我要找b 第一个参数是不是传b节点 第二个参数应该传谁 a节点 是吧 第二个参数就传a 再往下看下一个 这是什么 记住我现在是不是要获取元素 名啊 对吧 获取元素名 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name 还有一个 attribute 还有一个 value 看一下这几个 这代表啥含义 哎 我现在是不是现 这会儿不是要提取了吧 我现在是不是先要定位到这个节点上 那你是不是你给我提供定位的信息越多 我是不是找的越快 就好比你在fund 咱们在在这个下边你用fund命令去搜索的时候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你要假如说我直接从根目录下搜索 那慢了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一般你要根目录下边 比方说etc目录下边的 哎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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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录吗 对不对 就是说你定位的一个信息越多 我是不是找起来越快啊 我给你一个杠name的参数 我是不是再给你一个杠type的参数 定位是不是会很快 对吧 同样他这个函数设计也是这种这种思想啊 就你找一个元素吗 前面这两个是不是通过他的节点名和负节点去找的 接下来下面是什么 名称 对吧 你这个名称是什么 以及这个是啥 attr 啥东西 属性名吗 对吧 你属性叫啥名 后边这个呢 值 是不是 值是一个什么值 然后再往下 des cent 这个之前应该有接触过吗 这个单词 叫啥意思 这个要是翻译成英文 他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下一级还是子级的那个意思下降下去对吧 但实际在咱们计算机里边把它描述成什么 如果有我再进去再进去如果再有再进去如果有再进去这叫啥 哎就地规嘛 是不是就是一个地规的意思啊 意思是说我指定了这样一个选项 他是不是可以从你上面指定的这个参数里边地规的向下去往里边找啊 指定指定这个参数对吧 指定这个这个套法的参数地规的往里边去找 如果走没有 他有子内容我就进到里边再去找 再有子内容没有再进到里边去找 那么要这意思吧 对吧 就是一个地规的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吧 好了 那这是关于我们这一套函数啊 那回我来看一下它的用法怎么去用的 在我这边是吧 我指定一个这个 前面这个是啥来的 还记得吗 哎你要查找的那个xml吧 这个是什么呢 哎 套法 他的上级节点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节点呢 名字内幕叫啥名是吧 内幕叫啥名 然后下面是什么 属性和他的属性 值 这个如果你有你就传上 比方说像我这里边的谁就有啊 哎 错了 这个 兔是不是就有啊 他是不是就有啊 属性是不是传泰姆 属性值是不是就零二一四 如果没有呢 哎 你就给置一个空 是不是就完了 只不过就是我给你提供的筛选信息 不那么完整 对吧 后边这个呢 哎 就是指定一个地规的意思啊 对吧 mxml的这样 地规去往里边插 所以说由于我是地规往里边去找的话 所以说前面这两个 我就直接从哪开始就行了 哎 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从你 跟标签往里找就OK了 从跟标签往里进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我就不需要再定位 我是找A下边的B 我还是找这个 from下边的C 我还是找哪个哪个下边 我说不用这样定位了 我直接从根节点往下定位 他只要地规的 他是不是一个一个按照我给的条件 是不是往里边就筛了 对吧 就是因为你有可能 比方说在这里边有 我有可能在这里边 是不是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B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一个就是你前面你在找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的一个上级目录 是不是指定住 再一个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 给他添加属性的方法 比方说都有两个B标签 这个B标签 我有一个这个内幕的属性 是吧 下边这个B标签 是不是就没有内幕的属性 那他在帮你找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去找了 那么便宜 就是关于这个属性的应用 犯的 好了 那当我犯的到以后 你犯的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保存到一个 MSMR Note的下巴仙T类型里边了 放到一个Title里吧 接下来干嘛 我是不是就根据刚才咱们操作 我要么去提取Title的 属性 要么去提取Title的文本 对吧 Title的属性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用那个刚才咱们提取属性的方法 获取文本是不是用获取文本的方法 你如果提取属性 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值啊 能清楚吗 前面是不是定位到一个文件了 找到一个文件的元素吗 找到这个元素以后 接下来你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元素去找什么 要么提取他的文本 要么提取他的属性值吗 是这么两个元素 对吧 那到这为止 实际上就是把Title就搞定了吧 接下来又去找了谁 这找了谁 P嘛 对于P来说 他是不是就有 Style的值了 但是相当于P 他是不是有一个属性呀 对吧 后边我还是指定他的这个值 我就没传 这块指定了一个空 对吧 然后把它提取出来 那提取出来一个P的这个Style 把它提取提取什么 然后再提取P的文本 对吧 提取完了之后要注意一下 结束要有一个什么呀 XMRDelete 为什么 前面我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加载到内存了 放在这了吧 你用完了以后 这块内存空间 是不是应该释放 相当于这个函数内部 应该有一个什么操作 类似于MyLock 我得申请一片空间 是不是才能把你这个 XMR文档的内容 加载到里边去 用完了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释放 对吧 咱们说扩完数里边 你但凡涉及到申请内存的地方 你应该提供适当的函数 去做释放 对吧 那显然人家这函数 是这样去操作的 那我们看一下呗 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04 Index.html 很简单 是吧 就是一个XMR页面吧 对吧 里边有什么 Head 有Title 有Body Body里边是不是有 子标签P啊 P是不是有Style的值 对吧 然后这个Title 它是不是只有文本内容 没有属性 对吧 所以说我获取 Title的时候 没有属性 我就只get Test 获取文本就行了 对于P来说 既有文本又有属性 我是不是可以 get atribute 还可以get test 对吧 或许这两个 把它提出来 对吧 好了 那我们 make一下 还要执行一下 04的这个小应用程序 就是这样一个值 对吧 Title来说 它的文本是什么呀 Document 看一下刚才我们的04 下方性 Index 它的文本 是不是就是Document 对吧 P它的Style 是啥的 这是它的属性吧 Style什么 Color read的吗 对吧 红色的 然后呢 文本是什么 Hello word的吗 是这样一个值 对吧 主要是了 好了 那对应到 实际上我们说 解析文件 也就这么点事吧 因为说对于一个文本来说 也没别的内容 是吧 那首先咱们来看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干嘛 解析文件 第一件事 我首先是不是 还是要打开 一个 XML 文件吧 那用什么 Fopen 是不是就完了 对吧 Fopen 然后里边传递 你的那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 某某某点 XML 是吧 打开这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个 这个文件结构提纸针啊 对吧 打开 然后再往下呢 干嘛 哎 将 哎 将 XML 文档 干嘛 加载到 哪去 哎 内存 是吧 加载到内存中啊 加载到内存中当中 后边 我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 加载到内存是哪个函数啊 像这些东西啊 我说你有你有必要把它背下来不 有没有 没必要 就是你大概知道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使用逻辑 将来实际去用的时候 你去查一下就OK了 就是吧 脑子里边有一个印象啊 你千万不要去背函数了 现在从现在开始往后 就从今天 或者从前天开始往后 再也不要背函数了 明白吧 就直接把它的用法 在脑子里边有一个印象 对吧 先用先查 放到这里边 然后这个地方 随便来一个是不是就可以啊 反正是我就要XML 就是我直接把整个文件 加载过来了嘛 对吧 那看一下对应到 嗯 这个地方 弄过弄过来 那往这里边 这是漏的文件吧 这应该是谁啊 你现在要漏的那个文件呢 它的 上一集是谁 我现在是不是加载整个文件 上一集可以传什么 空是不是就行了 FP是不是就是我前面打开得到的FP 后边呢 回调函数 是不是 哎 这回调函数 假如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叫什么 M X XML 然后什么呀 No Callback 是吧 它那callback有没有缩写 没有是吧 C-I-L-L-B-A-C-K 对吧 好了 把这个文件加载到内存中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加载到内存以后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找到 带提取 数据的 哪个 是吧 标签啊 是不是 或者是元素 对吧 文笔元素 那怎么去找 用哪个函数去找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Find的 对吧 XMR Find Element 对吧 定一个这个啊 对吧 就查找节点 放到这 这个比较长啊 好 一会把它删一下 改一下就OK了 对吧 好 那找的这个节点名 你可以随便起家 说我叫note一个节点 好吧 note是吧 note一个节点 找的 这是我要找的那个节点 对吧 那这里边 这 哎 跑了呢 啊 这里边这两个值还记得 谁是谁吗 第一个是最早节点 哎 这个是不是要找的 那个节点 这个什么 top 就它的顶层 上一节点是谁吧 但是咱们说 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想 我还得先把那文件 大概熟悉熟悉 然后才知道怎么找 我就可以直接利用 后边的谁啊 我是不是可以用地规的方式 所以说干脆 我这块就省事了 我直接添谁啊 啊 就跟节点呗 我从跟节点开始找 往跟节点往下边去找 对吧 就是相当于这两个定位的 我是不是没有用啊 后边用谁去定位 name 对吧 那比方说咱们按照这个 稍微变化变化吧 在这里边 假如说我想要去找 from 别找from 找time吧 time应该怎么写 这个参数 name就应该是谁了 哎 是不是叫time 哎 不是time吧 to是吧 它名字是不是叫to time是属性了 对吧 这个是to 找to吧 attribute是啥 哎 这个是time了吧 对吧 time是吧 然后后边的那个值呢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把这个值在天上 是不是更精确一些 像我这值就是啥 2014了 对吧 哎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添 all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后边是不是指定 是否低规啊 对吧 这个啊 基本我所见过的 函数调用里边都是 指定成低规方式 我没太见过说不用低规去实现它的 那个低规 是这个吧 是吧 低规啊 复制啊 然后放到 这个里边 对吧 这是 设置啊 低规 对吧 提取啊 找到在提取的这个标签 好了 那一旦找到这个标签 是不是就被保存到这个极头体里了 接下来该干嘛了 哎 无外乎一个是获取 属性值 是不是啊 获取标签的啊 或者是元素的 属性值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获取 什么呀 标签的 文本 内容 是不是这么两个操作 对吧 本 内容 那属性值 这个你就要获取一下了 它有还是没有 是吧 有的标签 比方说就没有吧 比方说像我这里边指定的这个标签 它是不是就没有属性 对吧 有或者是没有 那用哪个函数去获取啊 获取属性的函数 这是犯的 找的 这个get 获取文本的 这个吧 xml element get itribute 是吧 把它拿来 好 放到这 添加上 那对应到我们的 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是刚才你找到的那个node 对吧 那我就把它删了 直接就是node 传进来了 第二个参数呢 获取属性嘛 属性一定是有键有直的吧 我是不是应该给它传键 它给我直 什么键 time是不是键啊 值应该是那0214吧 对吧 获取到这个 那返回应该是一个什么 cons的插星类型的 是不是应该相当于是一个buffer 我是不是应该给这个buffer去接受它的返回值 对吧 它会把你得到那个属性值 就0214那属性值是保存到这个buffer当中啊 对吧 好 这是获取属性 那再来看还有一个获取文本 一样了吧 是完全一样 对吧 复制 然后把它放到这 对吧 这还是吧 你获取到的文本 是不是应该保存到一个buffer当中 对吧 然后这个呢 node 是吧 还是刚才我犯的得到的这个node 因为同一个标签 你看一下 同一个标签 这个t标签 它是不是有属性值 还有不是 有属性 这是属性值 是吧 还有文本值啊 我有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 是不是获取属性值 一个函数 获取文本值吧 对吧 标签还是这个标签名 不变 然后呢 这啥玩意儿 是否有空格 对吧 是我获取空格 那你也只要说 不要的话呢 我就直接 那 是不是就完了 对吧 因为它是一根指针 有人给它传一个空 这是不是一根指针啊 对吧 传个空 就是属获人属性 好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叫什么呢 xmr walk next 啥意思 walk next walk走路的意思吧 next呢 下一个 那相当于用它可以进行一个什么操作 便利嘛 是不是啊 就是把你一个从top开始的这个节点往下 是不是去进行便利啊 对吧 便利便利 一直一直往后找 那一般我们主要用到的都是刚才说的这个 对吧 ds 这个thend 是吧 dsthend 用这个方式向下去搜索子节点 那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 你可以用后边这两个 对吧 一个是nods 是不是就是不地规啊 还有一个什么呀 dsfirst 对吧 它只向下搜索到 一个节点的第一个匹配子节点就不往后走了 就比方说 像我刚才给大家举这例子 这有个b吧 这是不是也有个b 哎 那比方说有可能我后边还有标签 我就我就不去写叫什么标签了啊 还有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里边呢 还有b 对吧 那这个时候他你可以给他指定往下找 找到一个第一个就不找了 那我说假如说有同学说那我想找这个怎么办 我就想找这个怎么办 哎 第一种方式 你是不是得从 他的负节点 比方说他的负节点 假如说是c吧 是不是得从他的负节点去找到他身上 再有另外一种方式 你是不是可以 如果他有属性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属性去甄别 对吧 这是这个 那后边的一个walk啊 你看一下讲义就行了 这个不常用啊 咱们就不给你往这里边去总结了 那我刚才带着大家做出来的 那是不是就这玩啊 document style 是不是就这个呀 对吧 对他做这样一个操作 好 看一下解析的par s.sml 没有什么啊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没说 是吧 这是干啥的 哎 就是使用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对吧 在这吧 释放的应该是哪个 xml吧 那这个是表示释放 节点 是吧 那对于我要传xml 是不是就是释放一个根节点了 对吧 你也可以释放某一个指定的节点啊 由于我在这边 我就创建了一个根节点 这以上是关于xml对于c库 它的一个解析操作 也不难吧 是不是就这么几个函数 就搞定这件事了 对吧 所以说对于xml的这一系列操作 实际上就是两套函数 一套是生成的 一套是解析的 对吧 两套函数加一块十来个 加一起十来个函数 好 那这个就过了啊 先把它保存一份吧